嘩!什麼事啊? 變成這樣?又紅又腫的? 穿的衣服變色了?怎麼辦? 周珍又這麼行? 怎麼搞的? 轉季敏感,不用這麼緊張 轉季敏感而已 Jackaline也不懂,當然啦 我不是Jackaline 不要管,先看影片 先看影片 踏入10月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會有皮膚的問題 一定出狀況的 有很多肛紋,很癢 臉又腫,敏感,敏感粒 所以河先生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我前一陣子都有這個問題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自己轉季 或者整個冬天都不會再有這些問題 因為你的底層一乾就會有這些問題 之前在臉上出了一些敏感粒 是非常之嚴重 特別在額頭,這些很薄的位置也是有的 現在其實也還有一點 這裡有幾粒 不過化妝看不到 就好像一個個泡沫一樣 但裡面有粒粒,但又不是粒粒 敏感粒 你不攪拌它,它會自己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散 我之前就是用窩油精華 因為窩油精華是一個真的修復得很快的東西 但我之前用的玻璃瓶 我現在暫時還未買到 因為很貴,而且還未有時間去水貨店找 但我找到肌炎的面膜,真的很好 兩種我自己比較推薦白色 白色在周圍斷貨,很煩 我找了很多間曼妮瓦神士才讓我找到 還要一千零一盒 它是開價品牌 但屬於有點貴的 因為都要二十元一塊 最好一件事就是說明 它的藥酸性 沒有礦物油 沒有香料 沒有酒精 除了濕疹,很敏感,皮膚薄 又或者轉季敏感 用它都很好 我會覺得它是保濕得很好 而且用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皮膚好像全自然一樣 按下去就說很有彈性 好像吸住你的手那種感覺 是真的有的 我現在每晚都用了 因為我用了兩盒 這盒是第二盒 我連續每晚用 差不多用了六天 我的敏感粒就開始退了七七八八了 因為開始補水 皮膚有些水分 敏感就會散 因為你感覺到乾的時候 A層已經是沒有水 真的沒有 所以真的要保濕 由現在開始補濕 到冬天 就什麼都不用怕 這個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我真的很推薦這個 雖然它經常性斷 然後我就想說身體護理 其實夏天我都會用身體護理 就是用凡斯林 粉紅色有少少防曬 美白那種 但入季開始乾的時候 我都不建議用一些美白產品 因為它始終保濕度沒有那麼高 之前用是因為我覺得它有防曬 所以我就用它 現在冬天開始涼了 我就是用這些也是凡斯林的身體護理 我覺得它的產品真的有用 特別是這支產品 它好像近來才推出 它其實是一支精華 很明顯說到精華 它的份子是小了 還有它擠出來是白色的 它的孔很小 你塗上手 基本上你會覺得好像用臉的 那些 serum 吸得很快 好像普通你用臉的乳液 或者你用臉的激滑 吸得超級快 用完的時候你會覺得 手 不是 全身你會覺得是潤了 就是你會覺得它 按下去是軟了 重要的是因為它吸得很快 所以我洗澡的時候 你們應該也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我昨晚用了身體護理 第二天洗澡 好像身體有抹磨的沖走 其實就是那些 本來你用的那些護理 它沒有吸進去 就是停留在表面 這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真的吸進去皮膚底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個 就是有東西衝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我建議 例如遲些冷一點 大家可以洗澡 趁身體還沒抹乾 就立刻塗它 混合你本身的水 這樣效果會更好 或者你有時候 手肘 腳肘 膝蓋 比較乾的位置 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 可以用這些 身體 serum 然後再加一滴 Facial Oil 可能 serum的份量 可能一滴或者兩滴的油 混在一起 再塗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好 我當時塗臉 我都會用這個方法 會很潤 馬上是很軟的 那種感覺 我剛才也提過這支油 我也講一下它 它是Facial Oil 其實去年開始我都會用油 因為你看我去年冬天的影片去旅行 我都會用油 因為油真的很好 你就這樣用來按摩 就這樣塗 印上去 或者混合粉底 一流 因為你冬天 有油這個東西 就一定會貼的 就不怕它會乾 卡粉 這樣 但有很多人就擔心 我用油呢 會不會生暗瘡 會不會有 因為人們覺得油很油 但它說明這些呢 這個是叫做 玫瑰果油 它的份子很小 因為專門用來塗臉 我自己呢 這支都差不多用完 用到這個位置 現在已經是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那這個品牌呢 他們自己呢 那些東西都是全部自己做的 那是很好 那就是 我有用他們的精華 這些油 但這些我之後再講 今天就主要很想講這些油 那就是我用它 是會用來 combos 讓眼底 我都是這樣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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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按按按按按 我覺得它的效果很好 另外 你會即時看到眼洗濤的乾蜆 會立即淡化很多 那大家很不妨試一下 冬天用gue� ? 搭粉 科目壓粉 也很好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其實這件事不關ango了 但是就是這部機了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和Pansy的影片 本身Pansy有的 現在我都買了 因為我媽媽生日 她玩完Pansy的機器很想要 所以我就買了一部 買給她 我都可以黏來用 為什麼我很想說它呢 其實我也是因為用它 再加上肌然這個面膜 把效果放大了 而且它真的很熱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種感覺是隔著面膜 你都感覺到很熱 當然有些位置特別乾 不妨在那些位置滾久一點 或者眼睛有紋的位置 不妨滾久一點 而且我覺得用這些機器 有很多人說沒有用 或者覺得沒有需要買 但是我覺得當皮膚有些狀況的時候 你用它 再加上你本身要用來護理皮膚的護膚品 真的試半功倍 即是說得不適合那個音 真的試半功倍真的很好 所以不是叫大家買 但是我覺得這部機器真的很好 我只想說這一點 今天這個分享就差不多了 以上我講的都是我現在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如果有一些皮膚上敏感的問題 這些都是幫我解決的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那我們就在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